当时就在地方选举的 彰化县长的两位蓝绿候选人出来 当时民进党是魏明谷先生 林苍敏先生他是代表国民党的 原本林苍敏的呼声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就在投票的前一周突然爆出了 中华民国曲棍球协会有侵占公款 跟舞弊的事情 但是这个案子已经当时已经走完司法程序 就是这个林苍敏这边都是申诉 没有贪污舞弊的事情 那协会里面一个秘书长 是用被还起诉来做结束 那这事情已经过了 但这个事情因为有点久 所以我们还是把袋子调出来 让大家了解一下 当时背后在魏明谷那边 还有一个段宜康立委 就说如果我讲的是错的 林苍敏没有贪污舞弊的事情 我就吞下三颗曲棍球 到现在没有吞耶 好我们来看当时的情况 要求段宜康委真正把这个球吃下去 国民党立委林苍敏收拿曲棍球怒气冲冲 要勉強立委段宜康说到作斗 两人曲棍球恩怨 远起去年定方现场选战时 投票前两周 段宜康在脸书上指控 当时要选招化现场林苍敏 担任中华民国曲棍球协会离场期间 以不实亲测单据 向体委会体育署诈领540万元 更发豪语 以上如果不是事实 段宜康就当众把一颗曲棍球吃了 但现在连政署查无贪毒事实 已不起诉结案 林苍敏从来不设案不违法 如果我有违法我退出政治 段宜康是男子汉小丈夫 你要煎的要炒的要蒸的要煮的要泡汤的 林苍敏委员都觉得可以接受 但是不问我就是要把他吞下去 财政员帮枪林苍敏开记者会自清 背后还有海报写着迟来的正义 但对宜康脸书回呛林苍敏 林苍敏查了一年多林苍敏不止一次去世道 终于保证林苍敏个人的清白 把责任权推给习惠的密疮等人 整个协会还被移送彰化递检署 我这个案子101年就查过一次 就没有 绝对会把这个球带到段宜康 等面前他的办公室 要求他把这个球吃掉 一年多前呛很大 但如今却又不理林苍敏查无实证 只相信彰化递检署林苍敏酸 段宜康多很大 吞吹困球友爱健康 要怎么把自己的话吞下去 就看段委员如何一诺千金 明明是八月就判决要登堡道歉 段宜康和魏民谷却迟了四个月 而且还只在单一家平面媒体道歉 登报道歉 这是出来争议 这条吹困球我就登堂给他吞下去 四年前彰化宪长选举时 选前一周不只用三大报 制控林苍敏 A区棍球协会540万 现在道歉只挑单一媒体 已经IP小巷道歉 更别说当初他是这样说的 在台中又公开说一遍 如果我英雄说的不是属性 我吃三个 说要吞三颗 事后检方认定林苍敏并无不法行为 林苍敏怒告段宜康和魏民谷需连带赔偿100万 并登报道歉 其实当年经过了连政署调查 也有出一个公文说 说什么呢让大家看到 刚刚那个最后一个卡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清楚 连政署说中华民国驱贯球协会在民国103年 这个涉及伪造文书诈领公款的事情办理情形 经查无贪毒不法 无贪毒不法予以结案 好 这个案子呢 在当年已经结束 而且其实如果不提的话 我也忘了段宜康需要吞曲棍球这件事情 那今天我们的监察委员二度弹劾 10个人当中9比1 9个监察委员都说这个案子有新市政要重启调查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访问到视讯访问到资深司法记者 范立达达哥来帮我们讲 这个监察委员到底他的错误 跟他的观点跟一般人民有什么异于两样 而不过监察院长陈菊他说这个事情他管不着 这个是让监察委员独立去行使职权的事 我们来看达哥怎么说 他是认为说陈龙祥在办一个驱贯球的 协会的弊案里面呢 有三项违法的缺失 所以就提案弹劾 那这个案子后来送到了惩戒法院之后呢 监察院又继续在追查这个陈龙祥检察官的 违法失职的地方 那后来又陆陆续续发现说他有8项违法失职 所以把后来新的这个8项呢也一并送到惩戒法院去要一起病案弹劾 那惩戒法院认为说经过监察院 监察院院会通过的违法失职的部分只有3项 那后面的那8项呢没有经过全院的院外审查 所以这个后面的8项是病案是不合法 那就不予审查就把它退回 那这次监察院呢就是针对退回的这个部分8项 然后他又再新增了1项 变成了9项 然后第二次提案弹劾 那11个委员里面呢有10个人认为应该弹劾 所以从法律上的层面来讲呢 这个是另外一部分的事实 跟原来的事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并不会说有所谓的一世不在理的原则 他几乎是动员了所有的力量铺天盖地 把那个案子真的翻过来翻过去 从头到尾所有的笔录从头看到尾 我很难想象监察院对任何一个检察官的 任何一个个案都能够关心关切 或者说能够严肃的查核到这样的程度 那这是不是一个针对特定个案的这种特定的调查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特定的 那这是不是一个非常的针对性的调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针对性的调查 那我们也要知道陈锋强的这个案子里面呢 他牵了到一位立法委员叫做段一康 那段一康当时在这个案子里面 他曾经扬言说 这个案子的涉案人如果没有违法等等的话呢 他就把曲棍球给吞了 后来检察官就把那个涉案人的部分呢 他就把他不起诉处分 所以等于是打脸了段一康 那我们当然知道段一康到现在为止 他死不肯吞这个曲棍球 那后来对方还告了段一康 对方也告一康 那换句话说 其实呢段一康在 不管跟人家打赌啊 或者在法律的诉求上面 他都是输 那结果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监察院在帮段一康出气 就是既然司法都不支持你段一康 那么我们用监察院的力量 来逼使你检察官屈服 那现在看起来这整个态度是这个样子 所以看起来现在检察官是不愿意屈服的 而且事实上这个案子 针对陈龙祥检察官一个人是非常不合理的 我们知道有所谓的检察议题的这个制度 所以一个检察官他办案 他不是自己去侦查 自己写起诉书或自己写不起诉处分书 他就可以决定这个案子 检察官侦查案件跟法院的独立审判是不一样的 法院一个法官或者一个合议庆的法官 他就可以决定这个案子要怎么样判决 外面的人不能干涉 任何人不能干涉 但是检察官不一样 检察官有所谓的检察议题的原则 检察官要对一个案子做结论 不管是起诉或者是不起诉 他必须经过他的主任检察官 必须经过他的检察长的合约 主任检察官跟检察长都认为他的决定没有问题 盖了章之后这个案子才会确定出去 所以如果今天监察院认为说 陈龙祥检察官在办这个案子里面有瑕疵的话 那他的长官的监督也一样有责任 可是我们看到监察院两次对陈龙祥的谈刺案 从来没有去问说 你的案子送到主任检察官 送到检察长那边去 他们都支持你 他们是不是跟你共犯 是不是跟你共同放的 都没有去调查这一部分 就把所有的焦点全部放在检察官身上 这基本上这是一个巨见法的办案 高永成委员他之前是一位律师 他懂得法律 他非常懂得法律程序 他不会不知道检察官受到检察一体的这个原则的拘束 他不会不知道说检察官要做一个决定 必须受到主任检察官检察长的隔阅 但是他却把焦点子放在检察官一个人的身上 我可以很明显 尤其可以很大胆说 我觉得高永成监察委员 就是故意在找陈龙祥检察官的麻烦 这个是太明显的事情 其实我们现在看了陈龙祥检察官的 这个是后撰 前面有一个本撰 本撰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本来的段仪康 对前立委段仪康 对前立委林昌明 这个案子里面的话 我们段仪康前委员指责说 他的区国人求委员会今天有清账公款 有今天有福报的问题 可是整个案子到2018年的时候已经落幕了 为什么呢 因为林委员很生气去告他 告了以后林委员告赢 判决定验 判决他们两个年代赔偿100万加上登报道歉 所以对所以说这件事情的原委到底中间有没有所谓的弊案 如果有的话 我怎么可能法院做出这种判决呢 所以而且基本上我刚才讲的2018年已经是三审定验了 所以说他的时间跨度更长 所以这是一个很老案的 好那这个案子处理完以后的话呢 才会有后面的支线说当初检察官陈荣祥在办这样的一个案子的时候 其实是针对那个秘书长的时候的话 到底中间有没有违法失职 因为林昌敏当时是挂理事长 对所以这件事情至少第一个理事长是OK的没事的 好然后呢这个检察官 陈荣祥长陈荣祥长是用还起诉处分 表示其实是有一点点的问题有刑法上的问题 只是说他没有到达起诉之门槛嘛 好所以还起诉 好至于说这个还起诉的话呢 他的品质怎么样的话呢 当然是认人公平嘛 就衍生到了我们后撰就是监察院 对陈检察官的这个案子嘛 好这个案子的话呢 其实在整个法院已经有三个书类了 他就是刚才惩戒法院 其实针对这个案子的话呢 也有结论 他的结论就是不负惩戒 他不负惩戒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这边很慎重的讲 他认为说 虽有为师但是没有到达重大门槛的程度 怎么讲呢 就是说这件事情他处理上来说 你不能说到完全没有瑕疵啦 有时候就说 犯罪事实有写到事实 可是你起诉没起诉 然后呢不该发挥的东西的话呢 应该扣押东西发挥 可是这些东西法院整个省卓 结果也认为说 这个东西没有到达 真的要一付省戒 你是不是每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输压的饮品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